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作视频更是需要大量时间来寻找新鲜又没有版权主张的素材 时间真的是不够用 转眼间三周的环法赛程在今天就要结束了 这三周的比赛可以说是最近这几年环法自新设赛少有的极具观赏性的比赛 不仅各赛段冠军黑马评出 总成绩也一再一组 直到今天我们都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可以拿到最终的冠军 那么在今天最后一阵的比赛中 你认为谁将是2022年环法的王者呢 如果你坚信波加查 请扣一 如果你认为乔纳森稳赢 请扣二 赛事中 主办方对于各车队队员严格的新冠检测 以及对于观赛车迷的毫无限制 不仅直接导致最有实力的法国级车手 因感染新冠而退赛 更是招致各车队主管的抱怨 当然 比赛中更有令人开心和欣慰的画面 比如从1993年就开始每年全程跟随环法每一战比赛的 有着魔鬼迪迪称号的德国车迷 现如今他已经成为环法车迷的一面旗帜 不仅在各网络社交平台上有自己的追随者 也受到了报道环法赛事的各路媒体 以及环法官方的关注和肯定 而在第18赛段黄色领棋山的保持者 乔纳森·温格高在布加查摔倒后 不仅没有借机扬城而去 反而在不远处放慢了速度 等待着布加查返回赛道握手后 重新开始了两人的激烈竞赛 并在最终成功夺冠 这刻意的等待和握手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被媒体誉为环法中最具人性光辉的握手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乔纳森对布加查的刻意羞辱 各位朋友你们怎么看 如果你认为这是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请扣一 如果你也赞同这是对上届冠军的刻意羞辱 请扣二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观看的话 请您订阅点赞留言 期待和大家的互动沟通 请不吝点赞留言